这些东西都有WaveLature 如果我们计算Lambda长 它就是WaveLature 就会显示出来 如果WaveLang短的话 就是ParticleLature 它的公式是什么呢? 就是Lambda H over P 计算Lambda长不定短 有没有证明呢? 只有一个实验证明 必须要记住 就是这个 后面那一板 就是叫做Electron Deflection Pattern Electron Deflection Pattern 那是什么呢? 就是用电子Electron Beam 射去Metal Foil 或者Crystal 然后它打到Screen 发光的时候 我会发现 它有光暗条纹出现 就是证明有Interference的存在 那这就证明了 Interference 就证明了有WaveLature 是电子造成的 所以这个叫做Electron Deflection Pattern 好了 记住要交代Deflection 和Interference 好了 那这件事呢 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 改变了我们 对于Atom 的概念 我们一直都以为 Atom 来说 会是有Lukes 然后有些电子围着它转 是不是? 我们会当电子 是Particle 原来不是的 我们可以当电子 是Stational Wave 围着Lukes 转 立体图的概念就是这样 是这样 是的 它在做Stational Wave 它在轨迹上 好了 如果我们将轨迹展开 拉回直线看 原来呢 那个Wave 就呈现了 一个Stational Wave 就是下一次是这样 下一次是这样 下一次是这样 是的 最基础就是 它在轨迹展开 一个Stational Wave 那么呢 我们叫N 等于1 是的 好过在轨迹上面 那么呢 也都可以高能量点的状态 例如展示在两个Wave Link 那这个N 是2 好了 或者在高能量点 N 是3 好了 那么呢 它们的轨迹 就必须是Lambda的整数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Stational Wave 好了 1 2 3 如此类推 是的 比较高能量 它呢 它电子会坐得越多Stational Wave 很同 轨迹上面 是的 这个轨迹当然会是长了 但是会坐得更多的Stational Wave 好了 那我们会2 part r 就是N Lambda 好了 如果我把Lambda的H over P 我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就是 你知道呢 P就是MV Lambda的H over P P是MV 那么呢 我们调一调位呢 MV R呢 就会等于N H over 2 part r 那么 这里正正就是BOR的Postulate 就是呢 它的Angular Momentum 就是等于呢 它的Multiple 就是等于呢 它的Multiple Multiple 就是等于呢 它的Multiple Multiple 比如说 比如说55页 55页 55页 就是说BOR 它同意Wutaford说 Coulomb force 就比向心力 好了 那么这个又懂了 如果我再加上 它的Ingultiple Of H over 2 pi 的话呢 这个又懂一合拼呢 我们就可以砌到呢 N 就是N 的Square R1 就是 BOR 那些轨迹呢 就是用 这两样东西 合并而成的 好了 但是 BOR 解释不到 N H over 2 pi 就是MV R 这个存在 就是后期的科学家 去解释的 其他科学家解释的 好了 如果再加上 它的Total Energy 就是 负E square over 包括Epsilon R 的话呢 R square的话呢 R square的话呢 也都可以证明到 它的Energy Levels 是EN 是-13.6 EV over N square 好了 所以呢 这个Wave Ratio of Electron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证明 出来的 希望同学 要知道这一点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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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